大家好,我是金月 冬天的季节呢,天气比较干燥 温度很低 这个时候呢,很多抵抗力差的朋友 一不小心呢,就感冒了 我也没有例外 反复咳嗽成了我们的烦恼 今天呢,就来给大家分享一道可以缓解咳嗽 预防感冒 可以补充大量维生素 还能提高自身免疫力的养生汤 做法呢,简单又好喝 麻烦大家长按屏幕上的打拇指三秒钟 我们一起来看看是怎么做的吧 首先呢,我们对梨的选择呢 是没有特殊要求的 它的营养成分呢,是一样的 哪个便宜买哪个就可以了 我们先把梨外面的一层保鲜袋给它去掉 然后把雪梨放在一个干净的大盆中 梨的外皮呢,有着非常丰富的营养物质 还有着微量元素 对我们人体呢,是非常友好的 这个外皮呢,我们就不去掉了 先在雪梨中加上两勺食用盐 我们先用手把这个梨的表面 利用盐的颗粒感像这样给它搓一搓 去除梨上面的一层果辣 和农药残留物 还有虫卵之类的 食盐呢,有着杀菌消毒的作用 还可以给这个外皮呢,进行一个消毒杀菌 像这样把它们的外皮呢,全部都搓一搓 然后在里面倒上一碗清水 再用这个盐水呢,来清洗一下这个梨 把梨的外皮呢,清洗干净了 这种清洗方法呢,可以用在各种水果上 比如苹果和梨等等 只要是外皮能吃的 我们都可以用这种方法来清洗 等到全部清洗干净以后,把它放在案板上 再来准备一根白萝卜 先把白萝卜放进来 用盐水呢,清洗一下白萝卜 白萝卜的外皮呢,有着非常丰富的介子素 还有着多种的微量元素 白萝卜呢,因为是生长在土里面的 我们也用同样的方法来清洗一下 把它的外皮清洗干净了 清洗干净以后呢,放在案板上 接下来呢,我们用刀来切一下 先来切梨 这个梨呢,身上最酸的就是它的梨盒了 我们想办法呢,给它切去 这个梨子呢,先从中间对半切开 把它一分为两发 然后再用刀对半切开 把它一分为四发 像这样切好以后 我们再用刀打斜刀 把这个梨壳呢,给它去掉 一面切完以后再翻转过来 用刀再切另一面 用这种方法去除梨壳 果肉呢,是没有浪费掉的 而且去除的呢,也会更加干净一些 像这样全部切好以后,我们直接来改刀切一下 打斜刀,把它们切成薄厚均匀的薄厚片 雪梨呢,胃干性寒 具有生津润灶 清热化痰的养生功效 非常适合这个季节呢,来使用 像这样全部切好以后 用刀呢,给它收容起来 放在一个干净的盆中备用 接下来呢,我们处理萝卜 萝卜呢,先切去头部和尾部 然后从中间把萝卜呢,一分为两份 再从中间对半切开 然后再从中间对半切开 把它切成三角形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用刀像这样 给它切成薄厚均匀的薄厚片 老话说呢,冬吃萝卜,夏吃姜 冬天的萝卜在人参 这也是老一辈人的说头了 多吃萝卜呢,对身体的好处呢 是非常多的 白萝卜中含有非常丰富的维生素 还有着各种的微量元素 还能增强我们自身的免疫力 全部切好以后 我们用刀收容起来 放在祖传的盘中 再来准备一把红枣 放在碗中来 红枣中含有非常丰富的维生素 先在红枣中加上五克面粉 然后加上一勺清水 下手呢,我们抓捏一下 当面粉遇到水以后呢 就会起粘性 我们像这样抓捏几下 感觉有点粘手的时候 像这样就可以了 因为红枣上面有着许多的褶皱 它的缝隙里面还有着许多脏东西 像这样我们直接用清水洗的话 是无法清洗干净的 我们用面粉水来洗 面粉呢可以有效地 吸附掉缝隙里面的脏东西 可以把红枣呢 清洗得更加干净 像这样我们下手呢 去抓洗一下 洗去红枣上面的残留污 清洗干净以后打捞出来 然后我们给它放在案板上 用刀来切一下 直接从红枣的两面来开始切 把中间的枣壳给去掉就可以了 用这种方法去枣壳呢 是非常简单又快速的 全部切好以后 我们用刀收拢起来 放在祖传的盘中 准备一口炒锅 锅子烧热以后 我们把白萝卜放在锅中 进行煸炒一下 当白萝卜入锅以后 我们转成小火慢慢来翻炒 因为白萝卜的水分呢 是比较充足的 我们先来炒一炒 这样更能激发出萝卜的香气 还能把萝卜的腥味呢 给它带走 这样呢 即使是不能接受 白萝卜味道的朋友 也能接受了 我们全程在锅中 翻炒三分钟左右 炒到白萝卜的颜色 有一点微微的透明状 像这样成微黄色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关火 接下来呢 准备一口法兰锅 没有的话用砂锅也是可以的 都是用来煲汤的好工具 先把炒好的白萝卜 倒入锅中 然后加上我们切好的雪梨 还有红枣 准备50克的冰糖 这个冰糖呢 没有太多的讲究 白的和黄的都是可以的 它们的营养成分是一样的 再加上20克红糖 倒上2000毫升的清水 先开大火 让其在锅中烧开 煮开以后呢 我们直接打开盖子 先用勺子呢 把表面上的一层浮沫给它撇一下 这个浮沫呢 是煮出来的脏东西 我们一定要给它打掉 我们在煮这个雪梨汤的时候一定要加入冰糖 用冰糖煮出来的雪梨汤呢 口感会更加好一些 像这样呢 我们用纯天然的食物来煮至冰糖雪梨汤 喝起来呢 也会更加的放心 像这样我们一直给它煮啊 把梨和萝卜里面的营养成分 全部都给它煮出来 10分钟以后 我们盖上盖子 转成小果 再煮至半个小时 让锅中的汤汁呢 更加浓郁 时间到了 我们打开盖子来看一下 哇好香啊 一股香味扑鼻而来 有着萝卜和里的清香 闻起来呢 就特别的有食欲了 现在的萝卜呢 和雪梨已经主持透明状了 而且里面的汤汁呢 也在逐渐的减少 变得粘稠 这样一道非常好喝又好吃的 冰糖雪梨萝卜汤 我们就熬煮好了 尤其是在这个季节 一定要趁着来喝 喝到肚子里面呢 整个身色都是特别暖和的 里面的萝卜呢 和梨都已经被煮至透明状了 而且充分地吸收了里面的汤汁 入口呢 是那种特别清甜的口感 没有了萝卜的土星味和辛辣味 梨的口感呢 吃上去特别的脆爽 特别的好吃 如果有咳嗽 或者是喉咙痒的朋友 一定要来试试 这道冰糖雪梨萝卜汤 它的营养和作用呢 我们用钱都买不到 关键是做法呢 也是非常的简单 如果您也喜欢 就赶快收藏起来试试吧 点我的头像 还能看到更多 家常美食视频 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 关注和转发哦 我是辛悦 我们下期再见啦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